只有老玩家才知道的八大顶级派对 推荡一队竟然全是离夜角色 能心必叹 第一队提拔打中 派难度低 全队除了东斯大人稍微有些冲能压力之外 其他角色基本都是以意见或普通为主要输出 对单极致安逸 对群也有比较不错的效果 所以角色技能衔接非常丝滑 只不过属于八号绳子提纳里在就业城东了 倒派的提拔队伍在深渊进入中 也能取得非常不错的成绩 如果你当还有绳子 一挖了提纳里 就得用34斤 实际1斤的成本 拿下这支强力队伍 并打不疼不抽草神的钟礼罢 第二队海德基站 总门毕业答案 总门圣子海德 学手纳西达 972行丘 坛生虚名版本深渊最强阵容之一 武器只需要四星的 培养也非常简单 不需要堆令人头疼的双爆 只需要拉等级叠精通 解清通打的深渊 这种真的972行丘 可以叠海德提供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 把海生换成晒落 凌人也是可以的 第三队 李露绽放 总门圣子李露 虽然水少专用玩法被涉化焊死在脑门上了 但伤害确实爆炸 可以说是新的深渊厂住T0 贪生水少界神后外星 虽然这套阵容对单相续较弱 但是对群能力可以说是当前游戏内的天花板了 随着后面邓多角色的推出 李露绽放肯定会更加强力 相信很多第一次没有抽李露的小伙伴 现在都在等李露复特了吧 第四队 万达躲击 几队已经强势了好多的版本的阵容 从1.6万叶登场至今 万达都是T0级别的队伍 不管深渊如何变化 万达总是能从众多配慾中脱颖而出 这阵容不管是对单还是对群 都打出非常同步的输出 特别是对群的时候 东子的断流机制 配合香菱风吼轮的刀而输出 注意碾压深渊中的原魔们 这阵容也是真正的平民队伍之一 当你有一个标准练度的万达躲净 并且熟练掌握他的玩法时 那么两路深渊 你至少有一路是得轻松通过的 但是他也有非常明显的缺点 甚至是吃炼度也吃操作 阵容中的东子和香菱都需要交到炼度 只能队友的DPS才会到 操作就不用多说了 只能队友都测不出一队探讨能力 所以对于守法的要求非常严特 但是熟练掌握之后 队群得少真的非常解压 第五队雷九万班 第四核爆常驻队伍 极致的雷伤阵容 九条万叶拜特三位一体 为雷神提供统部的增伤 百万荷爆一刀黑瓶 让深渊的元母们 像战恶和尚一样摸不到头脑 且雷神的存在 从灯本上解决了荷爆 对我缺到充能的问题 就连九条之后充能大户 都不用担心充能问题 但是当需二命的雷神 以及六命的九条 都是平民玩家不容易获取的 第六队雷神独到队 平民顶级阵容之一 而且养成容易 三超的正是简单无脑 不需要像万达一样 十分注意手法 反正我使用雷独的时候 都是哪一样的 点哪里 有雷神的群体充电宝在 根本不用担心大循环的问题 第七队神后万新 四金或者说五金的特额阵容 五金是因为还需要计算 凌华老婆的状物物切 这套阵容可以说是 吸尔一整的到期版本 攻击毕业答案 刺激巅峰 成为第二座神坛 就好像现在的 尼陆战狼队伍一样 都是策划的天选队伍 这套阵容超简单 这种中 凌华的道尔群伤 以及冻结反应 可以提供安逸的舒适环境 使得这套阵容 赤手可乐 大家对这套阵容的喜爱 直接拉满 比你三老婆和一的老东 在同一的阵容 你真的不想要吗 3.5下班的塔池 凌华和身后 也是要一同登场了 你打得抽吗 第八队 狐行中叶 全离乐角色 离乐的骄傲 这套阵容包括能力 和对单能力 都是非常顶级的 也是非常典型的三宝一阵容 有坏的输出 有护盾 有反应 有战友输出 而且这种中 除了行丘 不怎么吃生命值加成 另外三位角色 都能基于生命值上限 或者非常不错的提升 队友中这角色 相信完美适配 让胡桃真正可以做到 一枪99999 当然还有以上 这些强力配对 由于视频长度限制 又放在之后的视频讲解 点赞多万 端速日灯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的 后续想看 哪几个队友的介绍 还是要什么强力配对 在身边还不会配对 笨蛋朋友来看吧 感谢大家三点都有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